极限挑战第四季正式升官了,为了收官节目组,费尽心思别出心裁,请来了四季以来,被网友记住的素人朋友,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男人帮惊讶至于更多的是惊喜。 在众多素人朋友中,又张一星的绵绵羊,黄博遭遇的香蕉大妈,黄磊的出租车迷妹,跑掉的一考生,精打细算的投资理财员,当然最后亚洲出现的就不一般了,严格来说他不是素人,而是演员韩景洛,孙宏雷节目中的媳妇燕秋,情人相见该有情谜一番吧,可是孙宏雷见到了他的燕秋只是远远看着, 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但是有谁注意到黄博的手在干嘛吗,看到来人是孙宏雷女朋友,黄博的顽形又来了,直接上天一把拉住了韩景洛的手,把他拉到了孙宏雷面前,直到两人面对面站着,才拥抱了一下,字幕组调皮了一下,等夫妻见面还要搏格引导,这可不,没有黄博向前拉韩景洛, 孙宏雷会与他拥抱吗?孙宏雷见到燕秋是一脸激动,黄博允许是看透了他的心思,直接把人给他拉过来,仔细一看,博哥这还是伸出手呢,没有直接牵手而是握住手腕,细节见人品,黄博上去拉人的行为,虽有貌视和不妥,但他就在短短几秒钟里 也考虑到了男女有别,最终是出身失手,由此可见,黄博不仅仅是情商高还是行动派啊,想到什么做什么,做的同时还能考虑到了一些细节,孙宏雷感谢黄博吧,在你激动的手足无措时,是黄博包了你一把,要不你怎么和女朋友燕秋亲密接触呢? 谢谢大家